曾以人人开豪车住别墅闻名,村民吃饭看病上学通通不花钱,被誉为天下第一村,这样的美梦一度在中国的华西村真实上演。 但如今一元村变一元村,曾多个中国最富裕村庄有的是一元转让,有的是资不抵债,有的名存实亡,乌托邦之梦走向幻灭。 1.天下第一村 江苏无锡市江英的华西村,自上世纪90年代启号称为天下第一村,因其家家住别墅人人开豪车,这些年却日子越来越难过几乎沦为一个老赖村。 华西村里的支柱产业钢铁纺织都是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举步维艰,转型搞金融房地产却陷入几对风波。 早在2016年就有媒体曝出,华西村负债近400亿元人民币,70%的村民离开了华西村年轻人都出去谋生了,留下的多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2021年2月华西村更因资金链紧张陷入了几对危机。 今年华西村终于撑不下去了,不再遮遮掩掩了。 2023年7月20日晚间华西股份发布公告称,华西村委会拟将其持有的华西集团80%股权,以一元的价格转让给连华基金。 连华基金是江音市国资办名下的纾困基金,这一股权变更意味着实行30多年的华西村模式走向了自己的终点,引发人们热议,被人们朝为一元村变一元村。 说穿了华西村早就资不抵债,但是又不能任其破产。 无奈之下华西村只得以一元的象征性价格,把这个烂摊子丢给地方国资。 有的网民发帖透露,华西村负债数额达400亿元,按照村里固定人数来计算,华西村里不论男女老少的每个人都相应承担1300元债务。 这就是为何华西集团80%的股份只卖一元的核心原因,现在接受的江音市国资办已经属于当地全民买单了。 也有的网民表示,集体经济在天下第一村的崩塌,华西村的过去极发展就是靠吃政策上的红利,所以时代在变迁华西村的今天是逃不掉的。 昔日风头无两的华西村为何落到这般田地? 从1980年起华西村就被树立为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典型,也被称为天下第一村足足风光了40年,在元华西村书记吴仁宝带领下,紧抓时代脉搏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长,90年代造成,华西村逐渐建起了小五金厂,拥有钢铁矛仿化工等各大实体经济产业,村民上演着农民致富的神话,家家住别墅人人开豪车,实行免费医疗和教育, 成为中国最富有村庄之一,它是中国第一个一元村还是股票上市第一村国外建厂第一村,华西村在村子入口处建起了气派的牌楼,上书天下第一村,为了发展旅游业华西村还建起了北京长城,悉尼哥剧院美国白宫巴黎凯旋门等等山寨景观,最彰显天下第一村豪气的要数高72层的龙溪国际大酒店, 酒店2012年底对外营业竣工时建筑高度排在中国第八位,仅次于上海经贸大厦,酒店的第六十层还树立一座号称三亿全金打造的金牛闪闪发光,在当时要有多气派就有多气派。 至于华西村为什么这么富许多村民一直都没想明白,有一些村民认为华西集团像得混混没有真本事,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技术和产品。 其实华西村能够做大离不开政策大力扶持和银行不断输血,在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属于高耗能高污染领域的华西钢铁却始终未受影响。 华西村还涉足许多垄断行业,华西村不仅有多家上市公司还获批多种金融牌照,说白了,它是靠银行贷款吹出来的,400亿砸下去哪个村都可以支付。 而华西村的共同富裕只不过是一个噱头一个幌子,华西村民的生活远谈不上富裕,每个村民必须上班,而且只能在村里上班,月工资一般只有1到2000元人民币,上班几乎全年无休,只有春节两天假期,一年到头村民现金收入很少,只有纸上富贵餐股的股金。 据凤凰网报道在早期的集体经济下,华西村村民的工资不会全额发放,而是仅发放其中20%,剩余80%则留在村里,以记账的形式交给村民凭据。 这些钱大部分被用来长期入股投资新业。 一些村民苦于无法取出钱就去华西村办的五星级酒店龙溪大酒店消费,住一晚上抵扣12000元的股金。 村民碰上婚丧嫁娶要支取股金,往往会被村委会以勤俭节约为由削减支付额度。 比如申请支取10万元最后村委会可能只批给4万,据一位村民称华西集团为每户村民修建的别墅。 别墅并非无偿发放,而是从村民留在村里的工资中划扣,别墅越见越贵从村民账本上划扣的钱也更多。 而这些房子却不归个人所有,村民仅拥有使用权是无权进行处理和买卖的,加上从华西村挣的钱只能重新流入华西村市。 华西村村民熟人的钱规则早在无人保时期便已适用,一旦村民家中某一个成员离开村子全家包括房子之类的福利都通通收回,也无法在退休后领到男一千二百元女九百元的退休金。 华西村内曾树立一块看板上面写着无人保说过的一段话,家有黄金数墩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凹头,一个人也只占一个床位。 华西村却一步步沦为无家的私产。2003年7月75岁的无人保宣布退居二线,由四儿子吴邪恩接任,村民不满认为无人保在搞家天下。 此时在华西村担任要职的22人中,21人为无人保家族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掌控了华西集团90%以上的资产,以共同富裕为终极使命的天下第一村,儼然沦为了无家的天下。 2008年是华西村走到巅峰后的转折点,在那之后华西村赖以发家的纺织钢铁都成了西洋产业,开始走下坡路。 2013年无人保在85岁时去世后,华西村失去了核心的人物发展,大不如前。 无人保的儿子吴邪恩上台后更偏重房地产和金融业,与其说是转型不如说是并急乱投医,房地产互联网金融什么热就投资什么,到头来欠下一屁股债。 华西村开始在周边村庄城镇张贴海报,承诺三年及以上定期存款利率为10%到15%,同期银行定存利率为4%左右,个别人拿到的利率甚至高达30%, 此举吸引了江音市甚至上海黑龙江的大批民众,络绎不绝来华西村存款。 不料2021年2月华西村曝出几对风波,2021年2月26日华西村因资金链紧张陷入了几对危机,因此前市场曾多次传出华西集团负债近400亿流动性困难要求国资纾困,传言引起恐慌很多储户贸与排队兑付利息场面十分混乱, 约定收益10%的股票最终只拿回了0.5%的利息。 更有外地储户称,如果能拿回本金就算是万幸了,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 华西村的经营陷入绝境之后,不仅不再支付村民的水电费用,反而每年要收取村民的别墅租赁使用费,许多村民连最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了, 不得不举家外出谋生,曾经的天下第一村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辉煌冷清一片。 早在2021年3月30日BBC曾发文《华西村》一场共产主义实验的破灭》称, 华西村是政府树立的集体主义经济模式典型。 文中指出在此之前数年,关于华西村破产负债神话破灭的消息已在民间悄然流传。 数家中文媒体试图报道此事,观察者也期待一个全面评价和反思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可能的机会。 但由于其巨大的敏感性关于华西村的中文媒体报道和公共讨论,流传几日之后又被官方强力停止。 当时就有网民评论说,这种与社会发展规律而背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违反经济规律的是,无论怎样神话都不会长久集体经济必败。 华西村模式一夜倒塌重重地压碎了一些人的迷梦。 华西村的倒下让人们想起另一个与其类似的村庄南街村。 如今还能维持表面繁华的南街村,其实又何尝不是屡屡陷入各种质疑中。 2.南街村 河南南街村和华西村一样,都是因为搞集体经济而出名是另一个集体村样本。 在那里人人享受着免费住房医疗、免费教育、养老就业,甚至免费水电等的供应。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一元村,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 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出工厂。 他们强调着自己的集体主义,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资领导与职工同工同筹。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到处大举市场经济旗帜的情况下, 南街村的书记王洪斌反其道而行提出要走集体主义经济的道路。 很多人爱吃的北京方便面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 当时的南街村把土地都集中管理起来,开办企业面粉厂和砖厂都是发展的重点。 90年代初期大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南街村成为了官方扶持的典型。 大量贷款也开始向南街村倾斜,靠着独特的经营手法。 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5年年产值已经达到了12亿元,成为了河南省第一个10亿元村。 那时南街村的方便面和调味料很红火还一度把工厂开到了省外。 村民们看到有钱可赚更加坚定了王洪斌的领导,对他提出的集体主义深信不疑。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 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的村民拥有的警示使用的权利。 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明约上的规定,他们对这些物品的使用权或原来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 为了体现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优越性,1998年南街村花5000万元修起了一条被人称之为长城的城墙, 其原本将修城环形将南街村与其他村庄隔开, 但后来因资金不足只修了一面,城墙的一端是一座仿古城楼名曰朝阳门。 然而就在改革开放,进入30周年之际,南方周末媒体一篇题为《红色一元村神话破灭》,曝光。 这个所谓的样板村早在2004年11月就进行了改制, 自称每月仍然拿着250元工资的村书记王洪斌名下拥有9%的股权,引路人变身红色资本家。 班长王洪斌说,南街村是一个在村党委坚强领导下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的村庄, 生产资料全部公有,生活资料部分私有属公有制集体经济, 分配制度采取工资加供给的分配方式, 最终让每个南街人富的个人没有一分钱存款, 号称富的个人没有一分钱存款, 但他个人却不想没有财富, 比如南街村权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王洪斌就持股25%是第一大股东。 此外南街村这个奇葩村子还造过永动机, 大地一号化肥能让番薯增产100%的峰值路等项目皆以失败而告终, 尤其是造永动机项目对外公布的损失是2000万,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实际数字远不止此。 当时有一个自称名叫良心人的发明家来到南街村, 说自己祖籍广东媒线留学美国精通八国语言, 经过研究他已经打破了能量守恒定律能够造出永动机, 虽然其他领导层的人都觉得良心人在鬼扯, 但王洪斌却对此深信不疑。 1999年王洪斌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 除了王洪斌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 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开始了。 据熟知这一事件的知情者向记者透露, 为了上马永动机项目, 王洪斌决定将一个盈利前景看好的冷库改造成项目研发基地, 经过几个月的研发所谓的永动机得以生产出来, 南街村为此买来了三台新的奥迪轿车用于实验, 但将发动机拆卸后装上永动机的汽车并不能正常启动轿车报废。 但王洪斌并不因此灰心, 永动机项目的几个负责人声称之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神柱, 如果能迎来八仙项柱永动机将获得成功。 在这些人的建议下, 彼时的南街村在村伟大院的几个楼房的顶部, 安装上了十余盏探照灯加以各种小的彩灯, 一共九九八十一盏, 晚上村伟大院灯火通明探照灯光直射天空, 不知道的村民都认为这是为了营造毛泽东思想涌放光芒的景象, 实际上那是为了公营八仙下凡。 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能量守恒定律里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想要造出永动机无疑是异想天开, 2003年左右南街村才声称被骗了还为此赔进了两千余万元, 但王红斌并未因此而承担任何责任, 他在一次大会上公开做了检讨而获得了村民们的原谅, 如今这栋用来秘密研制永动机的高楼, 已被高墙围起外人不得入内。 2003年五月南街村主任王金中因心脏病突发身亡, 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 发现了两千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中的房产证, 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 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金中二奶来到现场, 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此丑事当年也闹得沸沸扬扬, 王红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 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和华西村被无人保家族控制一样, 南街村最终也变得家族化, 其经营也有问题曾负债累累资不抵债。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冯士正研究后指出,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 而是靠银行贷款。 假如一旦进行资产清算, 只怕南街村市资不抵债, 据称为了还债南街村旗下公司近年发售的大豆种子, 名为航天二号, 声称坐过宇宙飞船上太空利用太空特有的微重力和辐射环境, 令到种子产生基因突变, 收成会较普通大豆种子高三成, 这个当然是子虚乌有, 让很多买了种子的农民血本无归。 为了增加收入,2004年南街村开始开发红色旅游, 南街村复制了毛泽东故居遵义会议就职西百坡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景观, 因南街村旗下并无上市公司, 南街村集团近年没有对外披露过经营情况, 所以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得而知。 在中国类似于华西村南街村的明星村并不是唯一。 3.中原首富村 河南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曾被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 如今从中原首富村变为了负债村。 该村两大企业被纸长期欠兴建卖村民集体财产引发村民众多不满。 刘庄村分别在1985年和2007年投资的兴建华兴药厂和绿原药业, 是大陆最大的青霉素生产商。 这两家要起一共十几亿的年产值由村民集体所有, 该村因此被外界称为中原首富村。 史莱赫任刘庄村村书记长达51年, 他以集体经济的模式发展刘庄村使村庄致富。 史莱赫2003年去世后他的儿子史士领接任书记, 该村经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经营不善每况愈下。 据相关报道,2021年12月初, 华兴药厂有数百名失业的村民聚集在厂内追讨倩兴, 此后村民看守药厂大门他们害怕领导层建卖, 厂内的设备令几代人打拼下来的资产化为乌有。 2015年刘庄村两间要起因排屋多次受到处罚被勒令停工, 此时刘庄村的资金链出现断裂危机, 除了要向银行借薪还就还要问村民集资, 至2020年9月被法院判决村集体财产, 包括土地厂房等都要拿出来拍卖还债, 首富村名时存亡。 曾经江西第一村热新村如今负债四五千万, 热新村位于江西南昌市, 1978年第一家工业企业, 热新五金现财厂诞生, 之后热新村先后创办了营养补给厂, 装潢采印厂、稀土厂、制药厂等, 逐步形成了包括公贸农科技和第三产业在内的综合型经济实体。 实体经济兴起让热新村集体经济风生水起, 1994年总产值达到3.7亿元成为江西第一村。 那时热新村是江西乃至中国村集体经济的一面旗帜, 和华西村大秋庄等齐名。 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 热新村村办企业产品出口受阻, 因企业产品主要出口到东南亚受沉重打击, 一场风暴让热新村一蹶不振。 除了华西村这些村庄之前, 还有一个已被人们日益淡忘了的天津大秋庄, 宇作敏曾是一个风云人物, 他缔造了大秋庄神话。 在1978年至1993年间, 大秋庄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率先崛起, 成为中国老百姓心中顶礼膜拜的圣地, 被称为天下第一庄。 大秋庄里什么都是发得连水电都不要钱, 但人们在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福利的同时, 也失去了部分自由。 村民说你什么都得听宇书记的。 宇作敏说, 村里所有承包单位的承包人都由我任命工资奖金都由我定。 宇作敏成了大秋庄的土皇帝, 1993年8月宇作敏被以窝藏妨碍公务, 刑贿非法拘禁等五项罪名判处20年有期徒刑。 1999年10月3日宇作敏在监狱服毒自尽, 天下第一庄神话破灭。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记得订阅分享啊, 下回再见。 再见。